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小包的编织方法 下面呢,我还是以这种小号的为例给大家作为演示 这一款包呢,大家可以选择稍硬一点的线 勾一个单件包使用 好了,那下面我们开始 下面呢,我们先从包底开始看一下啊 从包底开始编织的 这个包底呢,是一个圆形的包底 环形起针,六个短针 然后每一圈呢,按规律加针 加到需要的这个宽度和针数 然后又不加不减勾了三圈短针 又开始勾这个包生的地方 包生的花形呢,是每一个花形占了四个针目 四个针目啊 所以说,在加完最后一圈的时候啊 你数一下是不是四的倍数啊 必须是四的倍数啊 因为花形需要四的倍数 这里呢,我是加到了第十圈 第十圈的话是六十个短针 正好是四的倍数 那下面呢,我还是以小号的为例 给大家做演示啊 下面呢,开始先起针 环形起六个短针 然后把这个线拉一下收紧 然后找到低针 勾一个引拔针 下面呢开始勾第二圈 开始加针在每一个针目里勾出两个短针来 每一个针目都勾两个短针 这一圈加二针呢是12个短针 大家一起完成 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隔一针加一针 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隔一加一 加完针是18个短针 第四圈 隔两针加一针 先勾两个短针 一 二 再勾一个加针 隔二加一 先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这一圈 这一圈加完针 二十四个短针 第五圈 隔三针加一针 隔三针 就先勾三个短针 二 三 加一针 二 三 加针 加针 这一圈加完针呢是三十个短针 是三十个短针 下面呢开始勾支第六圈 第六圈的话就是隔四针 加一针 就是先勾四个短针 再来勾一个加针 那如果是这样正常勾支的话 就是先勾四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那它这个加针位置呢 一直就是在这个这里 大家看一下 它就不是一个圆形的了 就是一个 这边有一个角 这里这里这里 看一下 这一圈呢 我们要把它搓开加针 搓开加针呢 就是把这个四针呢 把它分成两份 先勾两个短针 那另一 还剩了两针怎么办呢 剩了两针呢 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这里 最后两针 两个短针之后呢 就直接 加一针 后面呢就是正常的编织 先勾四个 二 三 四 然后加针 后面呢 大家就自己完成 正常的 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一圈勾到最后呢 还剩了两个短针 剩两个短针呢 就是对了啊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是勾了两个短针 最后两个呢 直接勾两个短针 和前面的两针合起来 正好是 一二三四 一个加针 是这样的 搓开加针 下面呢 开始勾 第七圈 隔五针 加一针 正常的勾织就可以了 先勾五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这一圈 加完针 四十二个短针 下面开始勾织 第八圈 第八圈是 隔六针 加一针 那又到了这个 偶数 六个短针 我们就把这个 六个短针呢 先分成三个 分成两份 先勾三个短针 后面呢 然后是 还剩了三个 三个短针之后呢 就直接勾一个加针 然后再往后呢 就是正常的勾织 不加不减的 勾六个短针 三 四 五 六 加一针 大家把后面的完成 正常的勾织 六个短针 加一针 第八圈 勾到最后呢 是剩了三个短针 大家把它勾过来 就可以了 第一针 你做个引把针 前面三针 后面三针 正好是六个短针 一个加针 它是一组啊 这里呢 是第八行 第八圈 第八圈是四十八个短针 四十八个短针呢 正好是四的倍数 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 继续往上加针 做演示了 那加针的规律呢 就是这样 这一圈是 你隔六针 隔七针 隔八针 隔九针 隔十针 就这样 一直加到自己需要的 那个宽度啊 只要是四的倍数就行 那勾到这个需要的这个针数 然后就不加不减的 勾上三圈的短针 不加不减的三圈勾完 我们开始勾住这个包针 包针看一下啊 先勾一个起立针 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一短针三个辫子 然后呢 下面也是按顺序 一二三 控三针 在第四针里勾一个短针 一二三 控三针 一二三 就这样勾啊 一二三 一二三 下面对应的就是 控三个针目 一二三 这一圈呢就全部这样勾 一个短针三个辫子 下面意思就是空三个短针 后面呢就剩了三个短针 第一二三 在第一针里直接勾一个引拔针 第一圈就勾完了 开始勾第二圈 我们先立三个辫子 继续在这个三辫子里面勾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直接在下一个三辫子里勾四个长针 就是在每一个三辫子里面勾四个长针 这一圈的勾法 中间也不用辫子间隔 就直接勾完四个长针 下一个辫子里勾四个长针 大家把它勾完 在每一个三辫子上勾四个长针 在每一个三辫子上勾四个长针 在这儿的一层上勾四个长针 在每一个三辫子里面勾四个长针